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讲的是Google Meet 首次使用请得入以下网址 又或者在Google的版面上 右上角的Google应用程式按下 Meet 然后按右上角的登入 登入你们的Google账号就可以了 按下新增会议会有三种方式给你选择 第一种取得分享会议连结 按下之后会自动产生一个会议连结 老师只需要复制这个连结 透过其他方式和学生分享 在稍后的时间大家登入到这个网址 就可以进行会议了 第二种方式 就是Google日历安排你们的视频会议活动 老师只需要输入标题 设定好会议的时间 透过电子邮件邀请你们的学生 又或者复制这个连结 直接分享给学生也可以 最后设定好会议事前通知 和其他的设定 按下储存 老师就可以选择是否透过电子邮件通知你们的学生 完成之后 然后在日历上面 就会看到刚刚安排了的视像会议活动 按时加入会议就可以了 而另一种方式 就在日历上面直接新增你们的活动 同样设定好其他基本的资料 记得按下这个Google Meet 视像会议的按钮 然后储存 就成功新增一个视像会议的活动 如果老师需要即时发起视频会议 可以按下第二个选项 那首次使用 我们需要授权游览器 去手用你的麦和你的镜头 我们按下允许就可以了 然后接不接受Meet 的通知 我们也可以按下允许 在老师进入会议之前 要确保你的麦和镜头已经开启 在画面的中央会有麦和镜头的按钮 按下变成红色就代表关闭 再次按下就开启 在右较角的设定里面 我们要选择合式的装置 老师如果设定好你的麦 当你说话的时候 你会看到右边的音量符合会有变化 然后在影片里面 我们要设置好我们的镜头 设置好之后按下完成 可以按下立即加入加入到会议里面 在学生加入到我们的会议之后 我们可以按下右上角第一个按钮 去看哪些学生已经加入到我们的会议里面 然后按下第二个按钮 可以打开即时通讯 老师可以透过文字讯息 和所有学生沟通 在画面配置方面 老师可以透过不同方式设定 按下右下角变金版面配置 会提供几种方式给你选择 射灯会只是显示发言人的画面 或者固定了的画面 侧栏会放大发言人的画面 学生的画面就会放在旁边 图块会将学生的画面 以方格的形式排列出来 如果老师需要固定学生的画面 可以按下学生画面中央的固定按钮 那就可以独立显示学生的画面 然后再次按下固定按钮 就可以取消 如果老师需要分享荧幕给学生 可以按下右下角 立即分享荧幕 会有几种选择给你选择 第一个选择 是将你电脑显示出来的画面 整个分享给学生 完成之后 按下停止共用就可以停止分享了 如果老师只需要分享其中一个应用程式的画面 可以按下第二个选项 例如我只是分享PowerPoint的画面 按下分享 学生只会看到我PowerPoint的画面 看不到我PowerPoint以外的画面 完成之后按下停止共用就可以停止分享了 最后显示Chrome标签 这一个可以和学生分享你Chrome里面的分页 例如我选择这个Facebook 按下分享 学生只会看到我Facebook的画面 看不到我游览器以外的画面 完成之后按下停止就可以了 Google Meet的教学就来到这里了 希望这一条影片可以帮到你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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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日後 一起来